好,多谢你,Van Hurd。 我们来说一说,你刚刚所说的一些话吧,我是请求所有人可以快速地回忆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快速结束这方面的一个庆祝会。 我想问一下Baker一个问题,我觉得可能秘书会同意,就是说,如果一个有核武器的国家突然间让他们的核武器增倍, 加了一倍,这个应该是让我们非常担心的,对不对? 那Richard可能把这个事件叫做是一个战略上的冲突,对不对? 那我不知道你们即将所做的这一个核武器知识调查有什么样的一个因素,不过这个应该会牵涉到我们核武器上的,你们不会说增加我们的核武器,对不对? 我不能跟你们说这些细节,不好意思,没问题,我可以打赌,就是说我们应该不会这样做,不过华盛顿日报,他们写了一个报道,这个让我感觉比较担心。 他们就是说,美国刚刚把自己核武器的杀伤力威力增加了一倍,而且五角大楼并没有否认这方面的一些信息。 那所有的人呢,都觉得这个应该是错误的一个报道,我们没有让我们核武器的杀伤力增加一倍,所以我们看见现在五角大楼他们保持沉默,这个让我比较担心。 因为我们有可能是在没有那么大能力的情况之下呢,让其他人觉得我们有那么大的一个能力。 所以我想更加明确的在这方面来沟通一下,所以呢,五角大楼,如果想否认这方面的一些报道的话,那我会支持的。 我不想让美国的一个对手看完这一个报道的时候,觉得这个是真的,而且把这一个文案当作一个借口来增加自己的核武器生产。 所以我只是想在记录上说一下,所以我们可以好好地跟其他的国家沟通。 那我不知道你刚才所说的这一个文案,不过当然我们会调查一下。 那我同意你所说的话,就是说,在我们核武器的能力,我们是希望越明确越好。 多谢你,Landborn。 多谢你,委员会人员。 那我就,因为时间的问题,我就直接问你问题吧。 我觉得,如果我们看见其他这两个有核武器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的核武器,他们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们增加他们的核武器。 所以如果美国要放弃我们的海上的导弹,或者是引力的导弹,或者其他相似这方面的导弹,我们如果这三个当中放弃了任何一个,你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对手,我们的盟友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什么样的一个,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沟通呢? 多谢你,这个是,如果你要讨论我们自己武器上的一个能力的话,那你需要问,那你应该在一个更加紧密,更加保密的会议上回答,问我这个问题。 好,那我问另外一个问题吧。 你们部队最好的顾问是不是说,我们现在的武器,现在有没有足够可以面对朝鲜给我们的一些威胁呢? 那我部队上最好的意见,就是你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现在问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我们在外交上所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说一下美国导弹,或者是保护性这些武器的能力,我们现在正在做出一个复习,那我觉得我们首先需要等这个复习做完之后,我们才能正式的给你一个回应。 大概这个意思。 好,多谢你。 Ben Hurd,你可不可以说一下中国怎么样来生产,就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生产自己超音速的导弹, 而且他们的发展跟我们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一个对比呢? 好,那Lamborn,中国他们现在是非常积极地来发展他们的超音速导弹, 而且在过去这一个月,他们所做的发展对于我们,比我们来说超出我们十倍,所以他们做的比我们好处太多。 那我们这个预算出来之后呢,我非常自信地知道我们会在超音速导弹这方面做出更多的调查。 所以多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说这句话。 多谢你。 Baker将军,Baker秘书,那我知道,在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时候,我们正在跟我们的盟友进行沟通, 而且我们看见俄罗斯,他们在做出一些威胁,就是说有可能使用核武器,在核武器这方面做出行动。 那我想问,在这个情况之下,有没有任何北约的盟友想让我们改变自己的核武器行动呢? 或者是让我们的核武器系统变得越来越弱吗? 对,那我们每天都在跟我们的盟友进行沟通。 那我们继续讨论些什么呢? 那差不多大概都是乌克兰的一个发展,不过没有任何一个盟友,他们想要求我们减少我们核武器的能力。 特别是我们宣布的这些,我们或者说说话的这个行动,对不对? 没有,对。 好,多谢你,回答你。 多谢你,文言会议人员,那最近,有些人他们说过了,俄罗斯会在太空做出一些冲突性的行动,可能打击GPS,来影响乌克兰。 所以,有些人他们跟美国的公司说过了,要做好准备,俄罗斯有可能网络攻击。 那我是代表Vander's太空基地,那我们把GPS还有太空的数据收集下来提供出去,而且这个会帮助美国的盟友,美国自己。 而且我们是带领我们太空的这些部队,那现在我们有一些网络攻击的威胁,所以我想问,美国这相关的部门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行动来支持我们现在网络的安全的这些重要的,可以让我们跟我们搭档沟通的这些行动呢? 那多谢你,我们每天都在这方面做出一些准备。 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在Vanderbilt这个地区,我们每天都在这样做,来保证我们的, 我们太空这方面的发展呢,是保持得越来越好,我们每天都在这样做,我们也积极地采取了这些行动来保证我们会保护我们自己,防护任何网络的攻击。 所以现在我们对于我们太空上的行动来说是感觉非常的舒服。 另外呢,我们也跟其他的国家的这些部队呢进行沟通。 好,多谢你,那我继续问一句问题。 那太空这个是有很多征途性的一个地区,特别是因为中国还有俄罗斯在跟我们进行竞争。 那在这些竞争当中,你有没有可以保证美国在太空这方面可以保持上风呢? 你对于我们现在的能力还有以后的能力有什么样的一个评价? 好,那我可以说,我们现在太空的这些行动呢是有快速的发展。 很多的公司,我们现在跟差不多一百多个,上百多个公司一起合作,特别是Wanderbilt太空部队。 那我们合作发展到的一定程度,就是说我们可以跟私人这些公司呢一起合作。 那我们现在所发现的就是,我们跟这些公司的合作可以给我们提供出来很多的好处。 那我们跟这些公司很多都有很久的一些沟通了。 我们在Colorado Springs有一个总督,而且应该是有些私人公司在这方面来帮助我们。 所以美国太空部队也会帮助我们做出一些行动,就是让我们自己呢变得越来越,自己的部门变得越来越舒畅。 好,那提醒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需要有合格的这些系统,所以我们需要投资给我们的基建基础,对吧? 这个也是我支持的,我也说的。 那Baker还有Richard将军,我们都看见了普京,他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之下侵略了乌克兰,而且他让自己的核武器,他戒备了自己的核武器,准备好自己的核武器了。 我想问,在这方面的局势升级,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好,那我想说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我们现在正在观察一下普京,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而且我们正在考虑自己核武器的一个姿势,那如果另外这个人想加急的话,他可以。 好,那Warren,这是为什么我现在还在欧马哈这个城市? 因为我们需要来看一看我们自己的国防行动,我对于我们自己部队的状态感觉非常的满足,我没有说我们要做出任何改变。 那其中,这个也是因为,因为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核武器这方面的发展是最好,最出色的,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出色的一个核武器状态。 那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这样说,而且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不过我们需要在一个保密的会议上做出这方面的一个讨论。 很多谢你,下面是Brooks,好,多谢你。 Richard,我是非常高兴你,非常高兴看见一个从Tennessee,Tennessee州过来的一个人,那么看见在2021年9月份的时候,你说过了中国在战略这方面是有非常厉害的一些发展。 那另外呢,你说你,你的预测就是中国他们的核武器应该会涨一倍,在下面这十年涨一倍,涨两倍,甚至涨四倍。 而且我们看见他们非常有积极的这些姿势,包括俄罗斯也是同样的。 那所以我们看见这方面的发展,所以呢,美国是不是要改变一下我们在核武器这方面的一些姿势呢? 那我在过去其实说过,在这方面回答过几次,而且这个还是我现在跟大家所说的,就是如果我们做什么改变的话,这个不会让我们在核威慑这方面有更好的一个姿势,不过呢,其实这个会让我们对于我们盟友来说有更糟糕的一个状态。 好,那如果我们在核武器做出一些改变,这个会糟糕的影响我们的盟友,那这个对我们的敌人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当然,首先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盟友感觉安心,不过底线是,对于任何敌人的话,我觉得在基础上,他们不会信任我们的核武器这方面的计划是什么,他们也不会相信我们所做的一个行动。 这个是我在部队上可以给你最好的一个顾问,我知道我是只是在一个部队里的一个成员,我上面也有人,所以呢,我们要,这个是我的一个姿势。 好,那多谢你,在你刚开始说话的时候呢,你说过了中国希望在太空这方面威胁我们的姿势。 我们看见中国可以用应该是辐射或者是微波还有这个激光来做出一些好像是攻击,应该是攻击我们的卫星,好像是攻击我们的卫星。 对于这方面的攻击,你有什么样的回应? 多谢你,我也是非常高兴看见你。 那对于美国太空部队,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你刚才所形容的,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能力来理解这些发展。 所以美国现在太空部门最关注的就是,来更加,可以更加出色地了解一下我们在太空有什么样的一个,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而且我们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 首先呢,有些行动是你在太空上可以看见的。 就换一个方式解释,就是说我们希望呢,这些人如果抬头网上看的话,他们可以看见我们的这些应该是卫星还有所有太空上的一些行动。 我们几个月之前做了一个测试,而且当时我们可以告诉我们的上司,就是我们在太空可以看见一些什么,具体能看见一些什么。 所以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的一些发展。 好,多谢你。 那我希望可以快速地说这个问题,所以你可以回应。 那我们看见美国国防导弹系统,他们生产了,要生产全新的一些导弹来保护美国,特别是因为伊朗还有朝鲜给我们带来的更大的一个威胁。 那现在我们要保证这个计划是符合时间概念的,而且保证我们在2029年的时候就可以完成任务。 这个对吗? 那多谢你。 我其实会跟John Hill从这个国防计划部门当中的这个John Hill官员一直以来做出沟通。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方面的行动应该在2028年左右就结束了。 那因为现在我们的计划是会表扬这些可以快速给我们提供出来结果的一些人。 所以这些行动可以,那以后当然我们在这方面所做防护自己的这些生产,还有其他的计划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挑战。 不过呢,现在来看,我们应该在2028年之前就完整你跟他所说的这些人。 好,多谢你。 多谢你,下面是Gary Mendy,没问题。 好,多谢你做这个会议。 多谢所有的将军来到现场。 我第一个问题想问Richards,将军。 Ronald Reagan,还有Nicole,说过了一个核武器战争不能有胜利者的, 而且永远都不能发生。 这个是不是你的看法? 完全是。 那你的部门有没有批准,而且投资, 就是先投资,而且批准一个文案, 这个Louisiana Tech大学所写的一个文案。 比如说我们需要在这个时期, 需要做出更多核武器的交叉或者发展。 好,我可以在记录上做这个回答, 我其实不知道这方面的一些信息。 你有没有把这个文案送给你所有的将军, 所有的士兵呢? 这个如果发生的话, 这个不是我命令下去的。 你不知道这方面的发展? 不知道,至少记忆上不会有。 不过我是非常高兴可以替你调查一下, 为你调查一下。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我是非常高兴的。 如果你相信这个没有给上千多人送出去的话, 那议员,我不知道国会官员,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文案, 我是比较遗憾的。 有可能我应该会知道这是什么, 不过我可以调查一下。 好,那我是期待你快速地调查。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文案, 而且这个差不多送给所有你组织内部的这些官员, 那这个文案上所说的差不多就是我们可以在核武器战争上得胜。 我们可以在核武器战争上战胜对方。 最后想问的就是, 你相不相信美国可以在核武器战争上得胜呢? 那其实我的想法是, 我们需要避开核武器战争。 所以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那我的工作是避开核武器的战争。 如果核武器, 如果核威慑失败的话, 那我的任务就是, 我的任务就是再次建立核威慑。 我觉得咱们要下一个人没问题吧。